下面来关注一下洛杉矶游行示威 抗议者追逐攻击汽车的新闻 洛杉矶的抗议者9月24日追捕并且袭击了一辆驶入抗议人群的汽车 一辆白色丰田普瑞斯试图穿过数百名黑人性命野食命抗议者的人群 虽然汽车驶过时似乎并没有人受伤 但是汽车迅速开走并且被一辆小货车追赶 卡车司机拦住了普瑞斯下了车跑到普瑞斯的车窗前 似乎试图让司机停下来或者让他下车 普瑞斯随后倒车撞上了另外一辆车被人群包围 其中一些人用物体撞击普瑞斯 普瑞斯最终迅速开走 警方随后追上了普瑞斯将司机拦下并且逮捕了他 就在抗议者集会的前一天 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对参与布伦纳泰勒致命枪击案的警察 提起谋杀指控 前一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